欢迎收看家庭氧化换盆技巧大全的系列课程 那这项课程一幕教大家换盆的是绿宝树 那绿宝树家庭盆栽呢经常会有氧啊 经常呢可以在公众场合看到它 比如说呢医院呢学校啊商场啊商超等等 它经常呢作为室内盆栽出现 那养了很多年之后很多花友就很想给自己的绿宝树换盆 但是呢由于不知道换盆技巧 很多花友换盆的时候直接把自己的绿宝树换死了 非常的可惜啊 那这趟课程一幕将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绿宝树家庭换盆要注意哪些技巧 换盆的操作是怎样的 这趟课程一幕详细的教大家 我们来看吧 好的在我们给绿宝树换盆之前 我们要清除两个换盆的条件 那第一个条件的话就是硬性换盆必须得换盆 比如说呢你的绿宝树因为长期的养护不当 出现了根系的腐烂 大面积的腐烂 那你不用考虑马上就要给它换盆 不论是什么季节越快越好 那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的话就是我养的一直都很健康 不过呢我养了一两年 两三年觉得呢花盆太小了 想给它换一个更好更大更漂亮的花盆 给它更广阔的生长空间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季节换盆呢 有没有告诉大家啊 如果你的绿宝树本身就很健康 那我们换盆季节最好是选择哪呢 选择秋季 为什么选择秋季给它换盆呢 主要是因为秋季的时候 它很多叶片啊处于一个比较健康 然后呢比较成熟的状态 在这样的状态下换盆啊 成活率是最高的啊 这个就是关于它换盆季节的问题 好的下面是换盆技巧修剪篇 那如果我们要给绿宝树换盆的时候呢 我们不论在哪个季节 当你换盆发现了绿宝树有这种新抽的嫩牙的时候呢 我们呢原则上啊 一定要把这个嫩牙给它修剪掉 为什么呢 这些嫩牙啊保留在上方呢 会呢影响它换盆的成活率 因为呢换盆以后啊 大家知道植物有顶端优势啊 换盆以后它会把所有的营养 都往它尖端的这个嫩牙上面运输 它嫩牙的生长会极其的消耗养分和水分 如果我们保留它呢 因为会抢夺营养啊 就会导致它的根系压力很大 那换盆之后呢 新土啊 它要适应 本身就啊压力大 又要给它增加一个新牙蒙发的压力 很容易导致换盆的失败 所以说我们在换盆的时候 看到幸福树上啊 有这种嫩牙和右牙 这种右牙的话呢 我们呢要准备一个剪刀 把它的右牙直接给它修剪掉 大家看到 给它剪去 把它嫩牙呢 给它打掉 打掉之后 我们呢再来给它换盆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给它压根系增加过大的压力了 接着我们来换盆操作 好了 下面我们来启盆 那我们在换盆启盆的时候呢 櫻木先说一下 为了节目录制方便呢 櫻木选择的是一个比较小型的 迷你的绿宝树盆栽 大家家里的绿宝树盆栽 可能更大一点啊 那操作的技巧是一样的 櫻木教大家怎么操作 首先呢 不论你的绿宝树多大 是多大的花盆啊 你都要呢 给它呢 轻拍盆边啊 看好啊 哪怕是大的陶瓷盆 也是一样的 轻拍盆边 拍一拍 转一转 拍一拍 转一转 如果你的盆栽小 你拍的时间短一点 如果你的盆栽很大 那种大陶瓷盆 就要多拍一下 懂吗 那为什么我们要轻拍盆边呢 就是为了让土壤 跟花盆连接的地方 连接的地方 脱离开 这样我们换盆的时候呢 起苗的时候就更加的方便 边拍边转 让它呢 均匀的受力 四周呢 都被拍散 好 那拍散之后 我们呢 把苗直接倒幅起来 然后呢 轻轻的脱离花盆就可以了 给它脱离啊 很容易就脱离 那脱离之前呢 我们还要再教大家一下 就是关于我们具体 给不给绿宝树换盆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观看点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盆下方 如果盆下方 你家里的根系 都从下面的透水孔 给涨出来了 那就是具体的换盆的时机 在提醒你 它已经涨满了 要换盆了 就像这样 那肯定要换啊 那我们拍好之后呢 直接把根给它抽出来啊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完整的绿宝树的种球 大家从种球上 也可以看出来 四周根系早已不满 急需换一个更大的花盆 你起土球之后 也可以发现的 那我们就给它准备一个更大的花盆吧 好的 下面我们来说花盆选择啊 荫木呢 拿了一个塑料盆过来 因为我这个是迷你的 就换一个塑料盆就足够了 那换盆的时候 我们花盆怎么选 首先说材质吧 花盆呢 这个材质是没有要求的 你家里用塑料盆也可以 陶瓷盆也可以 砖盆也行啊 怎样的花盆都可以 只要你觉得够好看 满足你的要求 材质没有要求 但是什么有要求 大小要求 一般来说呢 我们给绿宝树去换盆的时候 一定不要摊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这个土球呢 放到我要选的花盆里面 它呢就围着 慢慢的能够小转一圈 就感觉呢 比原来的这个土球要大一号 大一号就足够了 不要过度的去摊球更大的花盆 因为呢 花盆过大的时候 家庭盆栽的时候 一定会增加一个什么 浇水的难度 太大的花盆呢 浇水很容易浇多 一多接水在里面 花盆太大 土也多嘛 接水在里面就容易浪根 所以说我们给绿宝树换盆 不摊大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 大家记住 此外的话呢 绿宝树啊 它的根系的话呢 也不是非常的深 你花盆的也不用选太深 圆形的扁花盆也可以 也没有问题 都行 总之呢 形状和材质都没有要求 按照你个人的喜好 但是大小有要求 不要贪大就可以了 那选择好花盆之后呢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绿宝树的这个土球 我们呢 这个土球 我们呢 选择土壤 首先要去看土球 土球它用的什么土啊 我们换盆的时候呢 最好就要选择 接近土质的土壤 你看 它的土球 非常的明显 用的是普通的营养土 那我们在换盆的时候呢 也要选择 疏松透气的营养土 这样啊 换盆的成活率呢 就会更高 那很多花友一看啊 它是营养土啊 它给它换土的时候 就用田园土去换 很容易就导致换盆给换死了 因为土质不接近啊 根系它适应新土的时候 就很难适应 它如果适应不了这个新土 它根本根系 就不会往新土里面生长 最后的话 你包一层土在外面 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给它 穿了一层衣服一样 把它闷着 一下就给它闷死了 所以说土质要接近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好的 说完土壤的选择之后呢 我们还要处理一下 这个土球的根系 我们把这个根系呢 给它拍散 我们拿一个很小的耙子 就可以啊 然后呢 轻拍盆边 轻拍这个土球边 把它的土球啊 给它拍散 拍一拍 转一下 拍一拍 转一下 就保持这样的一个拍打 那为什么我们这样拍打呢 你可以看到 拍打之后 拍出了很多散土 那拍打完成之后 这些毛细根呢 就非常容易的 被从这个主根里面 给它拉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 我们就露出了很多的毛细根 然后把底部的根系呢 同样采用这样的技巧 给它拍打一下 这里面可能会有些断根 也很正常 断一些是不要紧的 还可以促进它长新根 拍打一下 把毛细根拍出来 拍断一些根系 也没关系 然后呢 让四周 你看都露出了很多的毛细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上盆栽种的时候 它就更加的容易 跟新土接壤 更容易适应新土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那完成之后 我们来上盆 好的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来上盆 我们选择土壤 刚才叶木说了 叶木选择的是 疏松透气的营养土 跟它原来的土质 是完全接近的 然后呢 先上底土 上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呢 我们直接加土球 好 然后呢 我们直接把土球放进去 放好土球之后呢 我们接着上土 把土球周围 用土壤啊 封盖住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好 大家注意 上好一些土之后的话呢 我们调整土球的位置 然后呢 抖动花盆 让根系跟新土啊 完全的接着 然后呢 空隙的部分 再给它垫上土 好 接着的话呢 拍盆边 然后呢 抖动花盆 好 那像这样的话呢 根系就跟新土 彻底的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这种抖动的技巧啊 非常的重要 那这样的话就换盆完成了 好的 现在换盆完成之后呢 我们直接给它一次性的把水啊 浇透 多浇一些 那边浇水 英文边说 后期呢 换好盆之后 不要马上晒太阳 先让它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啊 浸氧三天 然后啊 逐步的增加光照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绿宝树 家庭盆栽 具体的换盆技巧 欢迎大家啊 这层课程到这里 到这里告一段落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加转发 欢迎大家购买课程 查看更多植物的换盆技巧吧 准备